跳家這樣 難免外面的刻板印象就是 七頭音啊 然後不讀書的人才會進去啊 從來沒有想過把廟會這個東西 拿出國比賽 我叫王成哲 人家大家叫我成哲 然後我拍東廟文化已經拍了十年 我用攝影讓世界認識台灣 那個時候就覺得 一無四處啦 讀書也不太會啊 然後學業也放得爛有沒有 用了三萬塊去買自己的地台相機跟鏡頭 他那個時候會覺得說如果我在一個過程裡面沒有達到一個成就感 然後就把相機賣掉 那殊不知半年以內就得了Abertson百萬大賞優選 自從那次以後就後面一直不斷的一直得獎一直得獎 把自己的攝影錄這樣子經營下去 大學在讀苗栗玉打就造橋那邊然後那邊有一個獨特的文化就叫做炸寒丹 他那時候覺得好反正我畢業四年我再也不會回來這裡那想說好反正就是拍拍看這樣子 在拍公廟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會去幫助你 你在拍照的時候人家覺得你很辛苦就拿一罐水給你 或者是會遇到貴人就像是炸寒丹遇到的人又沒有阿姨 或是他老公就剛好是裡面廟裡面的人 他就跟我講說這個文化是長怎樣為什麼是這樣 然後慢慢的引導我去認識這文化 甚至說自己因為想要這樣也下去學 你拍文化或是拍什麼東西你沒有參與進去你永遠都是 你就是門外喊你就是什麼都不懂 不太抽煙也要融入他們然後不吃檳榔也要融入他們跟他們打成一片 跟他們正式的出軍去洗鏡然後慢慢一次一次紀錄 拍南昆森那一張的時候我就一直想說 人家如果拍的平常都是平視的狀態的話 那我是不是有辦法朝天空拍或是朝地上拍 我也習慣用語言跟超廣角所以我非常知道就是 我的對稱線要怎麼抓 他地上是黑紅色的花崗岩 所以在拍照的時候其實你已經知道後製要怎麼後製 就是直接把他拉亮 所以讓他上下都很正常對稱 倒影的部分會讓我覺得 好像這樣子比較容易讓人家懂 所以我就一直不斷的這樣拍 這個系列其實是關將手在歐洲的照片 關將手是九天 要出發之前我也跟九天的團長聊一下天 他就說 承者關將手在那個 他的教堂頭前跳 我跟他說這很痠 我那時候想說 是啦是啦 真的就痠 眾議院有一個拱門 然後我就說 關將手先過來 然後我就先拍照 當時就是沒有人會覺得這個東西是有文化衝突 這個東西是畫面是好 因為 根本沒有人這樣做過 拍第一張以後我就說 馬姐你看這照片 然後我就當天直接傳圖出來 馬姐說 你這樣中心合併 真的蠻厲害的 怎樣怎樣之類 然後之後就開始每一個城市我們都做一張 應該是柏林吧 還是德國那邊的 IBM大樓 他就是兩條直直的 可是兩條直直會有個重點 如果我拍平視的話 關將手就壓邊 然後後面就有很多燈 就這樣而已 那時候我想一想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在拍101有什麼差別 然後我就說 那我躺下 你們全部壓怪 然後我就在那邊有點被霸凌 就一個人躺在那個 歐洲街上 然後全部的關將手這樣看 然後也就是成功的那一張 拍廟會 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簡單 遶境不是說你覺得這卡好就結束 而是你要 一天有可能10公里 然後每個定點 然後5次 然後可是你要從5次 你會去挑一個很好的照片 但是真的是拿時間去換 也是真的很累 有一次我在拍照的時候 媽媽說 你怎麼都不回家了 他就是 怎麼每天都在外面流浪 我媽就常常講說 我們家的存摺 出去了 好像磅了 回來好像抓到 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以前有可能拍攤就算了 也不會有人理你 可是你現在已經是存摺了 你必須得拍 很好的照片 你必須得拍更好的東西 你甚至說 因為 我又接觸了 電影 所以我 跟國外攝影師 有點在交流的狀態的時候 要再把這文化 再帶回廟會 甚至說 因為帶回廟會以後把東西綜合起來 包出國 會比較容易得獎 其實 都是一個慢慢在整合的動作 我用攝影讓世界認識台灣 這件事情其實講起來很簡單 就講解就簡單 可是反而是你要一個逐步逐步的慢慢去進行 不管說是我拍了廟會 拍了廟宇建築 甚至拍了電影排隊 再來是街頭攝影 黑白 透過不一樣的社群媒體 然後讓人家知道說 我們還有一個很努力的攝影師 然後在國外得獎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達成我自己要的目標 但說目標真的很遠 那達到怎樣才會停 我想 存者還沒有死掉之前 應該都不會停 我們有一個很期待的 突然我們會被探索 有一點的 著人家 我可以留意 有一個很會 前度